- 看出差異了嗎? 九層沒有超能力的肉搏戰都是你一下我一下 只有一邊在進攻 基本看不到所謂的互動 然後注意,他們都很喜歡Tag攻擊畫面 Tag完後就直接接到命中後的狀態 這種分鏡最大的好處是,相對容易化 而且觀眾也能理解中間發生什麼 但時教的製作團隊完全不採用這種做法 他們將兩人的對打變化全部放到畫面上 這讓觀眾清楚的知道,角色是怎麼做出這些動作 各位,你們知道這有多費工夫嗎? 還記得書記5吧? 那玩頁短短1分44秒,就用了1124張原畫 畫面也是從頭到尾把整個人放進去 動畫,顧名思義,會動的畫面 要讓人物動起來,在不用3D的情況下 大量的原畫就少不了 時教比書記5更麻煩的地方在 這裡需要畫2個人 就算有實際人物可以參考 要注意的細節也還是一大堆 一般來說 一集動畫3分鏡3演出 工作現場就已經夠可怕的了 但時教這集卻是2個分鏡 5個分鏡協力跟5個演出 而且成果還沒封 我完全能想像工作環境會跟地獄沒兩樣 如果動畫組能稍微妥協 就像Dragon Ball以飛踢的那一段 或是只用小說的形容來呈現 那他們肯定會輕鬆不少吧? 大概 總之我想強調的是 製作組認真成這樣 你可以不喜歡這種呈現方法 也可以不喜歡陰暗的配色 但你真的要知道 這種拳拳到肉,完全不偷懶的真實打戲 很難在其他地方看到 如果有,還請各位告訴我是哪戶作品的哪裡? 看著動畫組認真成這樣 我真心覺得他們要趁這三個月期間 好好休息、調劑神星 像這種時候,我就會推薦他們我也在玩的 傳奇事業草 Legend Crover 事業草是一款美聰女冒險棋盤式RPG遊戲 身為一屆村民的我們 居然能召喚古今中外的英雄們 還能和他們一起踏上冒險 沒有幸轉的友 一直陪在我們身邊的夥伴 曾德、幸轉的哲友 呂布、加拉哈德等等 遊戲的方式很簡單 就是讓美少女們與邪惡的魔物深淵戰鬥 如同傳統的棋盤式遊戲 每名美少女的移動距離、攻擊方式、特殊能力都不一樣 前期可以爽爽過 你要自動打怪也行 但到了後期,就是考驗村民智慧的時候了 理所當然 我們可以跟這些美少女培養好感度 等親密度夠了,就可以開啟角色專屬劇情 我相信會有不少村民衝著這點而來 10月31號為止都有上線紀念轉蛋 我們可以從中100%得到一名SSR角色 另外,白鷹天使與戰營女的活動正在舉辦中 挑戰關卡、收集貼紙 將可以得到各種豐富獎勵 欸對!我已經收集完了! 就是現在,點擊下方連結 快去和你的英雄相似吧! 傳奇事業草所在的JOREN 交人遊戲平台 裡面提供了大量日系免費和付費遊戲 在這邊,有相當多的題材供你選擇 放心,這些高品質遊戲 大部分都有英文版和繁重版 讓你不用再因為語言不通而苦惱 最後,最重要的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滑鼠移動到右上角 然後輕輕地把成人遊戲這個按鈕按下去 NICE! 基本這邊所有線上版遊戲都有成人版 無奈啊,通通都要打馬 想要體驗新事件 那還不趕緊加入JOREN的大家庭 在這邊,保證你會像這個字的日文意思一樣 體驗到冰字如歸的感覺 回到正題 這期節目有點雜 會分別介紹 水型、格鬥技術以及動畫13集補充 水型、水之刑罰的總稱 肆虐者會使用水造成受刑者 窒息、水中毒、失溫或是燙傷 一般校園霸凌中 通常是以窒息、失溫和水中毒為主 並進材料和環境相對容易準備嘛 時教動畫中 慧的臉部被毛巾蓋住 然後被持續澆水 水不斷湧入 毛巾又害慧沒辦法把水吐出來 這讓慧產生快要窒息和淹死的感覺 儘管這做法確實是屬於酷刑的一種 但動畫很節制地讓熔原只虐個十幾秒 在這種時間尺度下 還不會出現無可挽回的嚴重後果 遭受到這種刑罰 一般人在50秒到1分鐘後 會因為用力的掙扎造成體內血氧快速消耗 血氧一滴 人體又會反射性的大口呼吸 進而導致大量的水被吸進胃、肺液、氣管和支氣管中 對於人體來說 這些地方淨水會產生極度難以忍受的痛苦 若是在持續2-3分鐘 受刑者基本就會喪失意識 並開始失禁、掙扎 眼睛、鼻孔、嘴巴有時也會冒出血水 由於太過兇惡 基本上 美國在2009年總統就下令禁止使用這刑罰 這也是為什麼熔原的行為會引發部分觀眾的不是 除了基本款外 常見的還有五種水型方式 第二種 將受刑者固定在椅子上 椅子上方有裝滿水桶的水 水桶下方有一個孔洞 水會持續緩慢滴落到受刑者頭上 達到滴水穿石的痛苦效果 其三 將受刑者倒掉在一個大水箱上 然後每隔一段時間 把受刑者的上半身塞進水裡再拉起來 其四 水牢 將受刑者全身進入到大型的水池中 水的高度正好是受刑者站立時的鼻子高度 這讓受刑者不能做出戰力以外的姿勢 也不能睡覺 其五 灌水 將大量的水直接灌入受刑者的口、鼻、耳等身上的孔洞中 輕则水中毒 重则掛掉 其六 精子糊浮面 這太恐怖了 這個不是拷問 是在惡診 自己查關鍵字 熱水 不 就我所知 其二比較沒聽過 其三其四 沒意外 台灣政府四五十年前也有這樣幹過 其五 別說軍方 就連校園霸凌都有出現過 而且也鬧出過人命 總之 動畫組這次真的只是點到為止 現實中 更惡劣的校園霸凌必必皆是 什麼口交惡途 大冷天命令脫光 不雅照片外傳 群毆等等 相較之下 我自己是覺得龍園真的可愛許多 當然 龍園跟現實的那些白癡還是有很大的差別 龍園並不是為了好玩或幸運才這麼做 龍園很清楚知道 哪些行為一定會跨過底線 所以 龍園一直在做的只是在試探底線而已 遺憾的是 現實的白癡完全不顧後果 跟動物一樣 只是因為好玩就這麼幹了 這也是為什麼他們經常幹出一些無可挽回的結果 唉 現實真的比動畫險惡太多太多了 講完這些 你們還覺得龍園很過分嗎? 請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下一個主題 格鬥 其實現實上真的沒什麼機會出現 一對多的肉搏戰 一般來說就算是在學校 只要是認真想幹架的人 都會記得帶傢伙 美工刀 雨傘 球棒 反正隨手能揮舞的東西都可以 這種時候 我記得連館長都說過 遇上帶給西的混蛋 跑就對了 你的骨頭在硬也沒球棒硬 就算你有練過格鬥武術也一樣 看看實際案例吧 那麼會打 練那麼壯 碰上手槍也是 啊 幫我看 咳咳 我想說的是 一對多的肉搏戰真的很難發生 但是如果真的發生會是長什麼樣子呢? 給各位看一下 一個沒練過的人對上練家子會是什麼情況 差距很大 對吧? 盾位差距太大的情況我們就先不提了 光是蓋衣被打中的那一下 普通人早就跪了 各位要知道 像龍元這種沒接受過正式格鬥訓練的人 會連有威力的一擊都打不出來 格鬥時的站姿 身體的旋轉 手擺放的位置 拳頭是否握緊 重心的移動 用拳頭哪個部分攻擊 拳頭該打擊的點 這些東西的熟練度 都會影響K出去的強度 最後 他要再加上肌肉的發達程度 所以現實的練家子對上龍元時期這種小混混 絕對是單方面的吊打 而且是一集就分出勝負 看到沒 連高手都經常發生一集KO的情況 沒道理設定是格鬥大師的路哥 需要花費到第二集 當然 對上龍元你可以說路哥是在放水 是為了讓龍元感到害怕 但對上時期 就真的只是想讓路哥裝逼罷了 介紹完一般的狀況 我們來看看動畫中出現的格鬥術 阿爾伯特的拳擊 伊崔的卡伯耶拉 路哥的泳村或截拳道 雖然我說阿爾伯特打的是拳擊 但老實說 甲井腋下出拳的架式 也有在其他格鬥術中出現 所以 最直接的依據應該是 阿爾伯特只有使用拳頭攻擊 關於這點 其他有出拳的格鬥術 我記得都會用到足技 泰拳空手道散打 無一例外 這也是為何 如果拳擊手要挑戰無差別格鬥 還要再多學會足技和地板技 還記得葉問2對上的拳王嗎 拳王就是因為不擅長應付下盤攻擊 裁判才把葉問的足技給瘋了 而阿爾伯特呢 沒意外是被路哥打到橫格摸的位置 才跪地倒下 這個位置被K中 不但痛得要死還難以呼吸 尼克老師說過 管你體型差距再大 被打中這裡就是會分出勝負 然後你就可以逃離街鬥現場 劇情中是為了讓阿爾伯特昏過去 再起不能 路哥才又多補了幾下 伊吹的部分 一堆色狼只注意到伊吹的內褲是黑色的 完全沒注意到伊吹在踢出第一集 拉開後 那個極具特色的晃動 我一眼就看出 這動作屬於卡布耶拉 當然就現實上來說 後續的接招速度 應該沒辦法向伊吹這麼快 因為這幾下都是屬於重擊 踢出後必然有所謂的慣性 這邊我只能說 動畫是為了讓伊吹開秀 才無視了物理法則 那麼 卡布耶拉到底能不能實戰呢? 傳統上來說 卡布耶拉介於武道和武術之間 各種華麗的動作會讓人覺得不實用 然而 事實上 他當然能打 終極格鬥冠軍賽UFC 就有不少他的實戰紀錄 不規則的攻擊節奏 讓人很難抓準防禦時機 然後 這些攻擊又都屬於重擊 每一集都有可能分出勝負 至於卡布耶拉的缺點嗎? 一來體力消耗劇烈 二來重心變化大 容易露出過散 伊吹也是因為這樣而被瞬間擊倒 順帶一提 小說中的伊吹是被路哥抓住脖子 背後朝地摔至地面 呵呵 限時根本不會有人用這種方式撂倒人 一來會重傷 二來沒這麼好摔 三來 這樣真的會讓人失去意識嗎? 我是能理解二次元想怎麼表現都可以 但我還是希望更貼近限時一點比較好 最後 使用詠春的路哥 跟葉問的動作很像 對吧? 比較有意思的是 如果不是拍電影 那動作並不會像電影中這麼華麗 實戰上更像是結合其他技巧後的應用 稍微早了一下 在UFC的擂台上 使用詠春的人好像並不多 可能比卡布耶拉還少 那麼 讓路哥使用詠春的理由 我只能想到 動畫組想呈現一個筷子 早在天台之戰開播前我就說過 要讓路哥扁人看起來夠爽 那路哥的動作就要夠快夠犀利 同時 不可以強調出招畫面 也不能讓路哥一集分出勝負 綜合考量下 讓路哥使用詠春真的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個反手甩下去真的有夠爽 順帶一提 龍圓往路哥身上的招呼 全部被路哥擋住 這 就是有沒有好好學過格鬥術的結果 連扁個人都不會 還有 真的有練過的人都知道 實在不建議像路哥這樣 刺手空拳王對方的臉部K 人的骨頭雖然不比球棒 但硬度還是很高的 這樣扁龍圓 龍圓的臉部肯定會像被石頭K到 力道一沒抓穩 龍圓就會受到永久戲且不可逆的傷害 好在 這是動畫 就算被K到臉部變形 也還是能在幾天後恢復原狀 復盤完這次的打戲 有沒有覺得製作組很用心呢? 其實 很多格鬥術的技巧都是相通的 彼此也有可能相互結合 就我所知 並沒有所謂最無敵的格鬥術 你要上擂台 什麼都要學會一點 我自己是認為 在無差別格鬥中 最需要精通的還是 零距離近身格鬥術 摔角 琴拿術 巴西柔術 地板柔術 柔道 關節技 地板技 等等 會說重要是因為 這些技巧只要成功衝進對方懷裡 那麼拳技 踢技 都會失去應有的威力 而且 如果防守方不會應對 攻擊方完成招式 那戰鬥還沒開始就已經結束 基本上沒有脫困的可能性 當然啦 街鬥通常是混戰 跟敵人纏在一起 自己也會沒辦法應付其他人 所以這種控制技 還是只有在一對一時才會出現 好了 這期節目就到這邊結束了 這期節目補充的內容 都不是我的專業 有錯的部分 還請廣大網友好好指點一下 欸 你的動畫13集補充咧 我知道 一定會有人這麼說 可是啊 早在一年半前 我就有講過7.5集的內容啦 這邊稍微重新核對一下 我沒提到的內容 陸哥跟板柳一吹的偶遇 有 小圓被學姐找茬 持順利救人 沒有 波羅加得知陸哥要在12月25號 和佐藤約會 沒有 陸哥約龍園和枯北學出來談 有 陸哥找林茵出來談 有 愛里在12月24號晚上登門拜訪陸哥 並送陸哥聖誕節禮物 沒有 雙重約會 有 雙重約會上 陸哥被南雲找麻煩 會有出面阻止南雲 佐藤在一旁掛機 有 平田跟陸哥單獨談話 沒有 佐藤告白失敗 有 這邊我補充一下陸哥的態度 雖然是因為佐藤沒用而忍酷 但陸哥另一個目的是 斬斷佐藤對自己的好感 不然以陸哥的能力 多控制一個女人也沒壞處 不是嗎 接著 會單獨和陸哥聊天 有 陸哥想抵達情侶會抵達的終點 有 陸哥和會一起去見童三副會長 有 由於童三這名角色 對後續的劇情來說可有可無 動畫時間不夠 三調完全能理解 陸哥叫輕景者而為會 有 動畫沒讓會出現暴擊 大概是氣氛不太對 總之 撇除我砍掉的一堆內心戲和有趣的互動 大致故事發展的總像 已經全部呈現過一遍 我是覺得沒必要再抓出來強調啦 至於原本是第五集的 也被調整來這集 我自己是覺得 動畫最後幾集已經在有限的篇幅內做到最好 各位想想 如果是四畫一卷 那第二季甚至連天台之戰都做不到 高潮被打斷 只會把動畫弄得更難看而已 也實在不能強求像R10那樣 一集25分鐘以上 所以看在只看動畫還算順的份上 請大家多給點製作主包容和鼓勵吧 不只他們需要 我也需要啊 還請大家有空的時候 多多把其他影片也點開來看 有你們的支持 我才能更放心的創作啊